一陣沉風破浪出海捕魚新鮮的海產 可是澎湖的招牌說什麼都不能漏氣 整片漁場漁區黑鴨鴨一片 放眼望去漁獲等著大豐收 現播的鱷仔令人食指大動 不過受到疫情音效受了觀光客加持 澎湖旅遊商機幾乎停擺 漁會為了幫助漁民 推出防疫禮盒搶攻宅配市場 海力輪切兩片 珍珠石斑魚切丁一盒 是200公克 兩尾我們遺傳在海上捕撈的小碗一包 冷凍包裝鎖住 雨貨鮮美摘配到台灣 不充滿不只能吃到新鮮海產 還可以透過線上直播欣賞海洋動物 血淚有素的海豚 在工作人員的指令下 整期花衣重出水面 下一秒變成在水裡快樂悠遊 花蓮遠雄海洋公園停業到6月14號 5月份業績減少2到3成 原方退出線上玩樂園 照服員透過直播方式介紹海獅海豚和水族館 他想要再聽聽看海豚的叫聲 就是痘痘的聲音 民眾不用擔心在家悶壞了 打開手機看到這些可愛動物隱瞞一掃而空 有了明星動物陪伴用最療癒的方式度過疫情 花蓮還有其他名產店疫情影響業績掛鈴 業者乾脆拿來做公益 熱騰騰出爐的蛋糕是來花蓮旅遊的最佳辦手禮 現在七家業者聯盟之後紛紛拿出正點之報 推出內涵十樣產品的公益組合包 所得將捐給第一線防疫人員及 若是團體增添酒精防護衣等用品 民眾宅在家防疫不只有之有萬還能做公益 記者顏雲龍 劉己嬌 蔡宇山 澎湖花蓮採訪報導